做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上面這東西 上面這東西的話,總共的步驟就是 第一個,先把它貼上去 總共會有五個項目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這些做成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的話,下方會有這個項目符號 你把它加上項目符號 然後再做什麼呢? 再把這一整個做成List View 所以它會有一個什麼呢?Data Raw等於List View 然後呢,要做成圓角的 有點像那個外面框 就是不要把它牽在外面,你要把它浮起來的話 那記得這個Data Insert要把它為True 有沒有 那如果你把這個TrueDelete掉,按Enter 你會發現它又貼上去了 那如果你要讓它浮出來的話 就為True就可以了 有沒有,就這樣效果 另外的話呢,這個上面本來 它上面不會有那個藍色的底 也不會有白色的字,它會跟其他一樣 那要怎麼更改呢?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選這一個之後的話 選這一個 然後把這個效果怎麼樣呢? 把它加上去 它叫Data Raw,原來長這樣子 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List Divided這個 OK,不就做完了 好,第一步就是List View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底下的部分 底下重點就是 第一個一定要記得喔 你要先插入一個什麼? 在這一個頁 頁尾的地方 頁尾的地方 記得要先什麼? 要做出這個之前 第一步請記住 一定要在頁尾的地方 插入一個什麼呢? 版面裡面的那個DIV 在這個DIV裡面 DIV等於是一個框框 外面框框 再打兩個項目 一個是首頁 一個是地圖 然後做也是一樣 項目 有沒有,做成項目符號 再來做什麼呢? 再做超連結 這個連結到Home 這個連結到Page1 接下來做什麼呢? 就是針對這兩個東西 做一個Netbar 所以Netbar的選舉 特別是選舉最容易選錯 記得要選這個DIV 就是你剛剛插入的那個DIV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Netbar 有沒有,這個地方喔 選的時候記得喔 要選對的喔 你不要像很多同學 選錯了選到Footer的那個 就把那個Footer的這個 把它蓋掉了 那就麻煩了 你等一下沒有 到時候就沒有Footer了 這個是最容易犯的錯誤喔 不過這個恐怕你要 去揣摩一下 因為你做90大概就知道選的對 或者不對 有的時候的話 恐怕還是要稍微看一下這邊 OK,特別重要 Footer在外面 它是裡面叫Netbar 那選完之後呢 它會有Netbar的效果出來 那最後如果要固定在哪裡呢 固定在下方的話 記得喔 要選整個Footer 的什麼呢 的Fixed 所以這邊的話呢 是整個Footer 所以你要選 選正確的話 一定要找到Footer 再把它固定住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動作其實不多 可是就是每個動作都很細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反而 對男生來說 有時候反而沒有女生細心 女生有時候反而這個比較細 而且這邊完全沒有寫到任何一行程式 效果就可以做出來 最後的話呢 最後 當然你要針對這個頁手部分加顏色啦 或者是換一些圖的話 就是在這個地方 加入了什麼 Data Sync 改成B 然後它的Icon 改成什麼 改成Home 比如這個圖示 怎麼加的呢 就是選 選這一個 選它喔 選這一個 有沒有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Data Icon 改成Home 這個改成B B的話就是 顏色總共會有五種嘛 就是 AB Start E 顏色就是黑藍銀灰黃 所以 如果你要藍色的話 那你就改一個什麼 改一個 B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要改成什麼 改成黃色的話 那就改成什麼 改成1 按下去會不會變黃色呢 有沒有變黃色 如果你要改成 銀色的話 你改成C 銀色的 OK 感覺 差不了多少 如果說你覺得這一顏色呢 都不夠 鮮豔的話 很簡單 回頭看 上上禮拜的那個 就是 到 官方網站上面 有個叫做 Thimming Roller的地方 自己再去設定 會做出非常鮮豔的效果出來 好 那剛剛的重點 跟各位回顧一下 如何做 其實 前面的課程都有講到 還有 今天有錄下來 如果你有些 細節沒有注意到的話 再把它反覆看過了 那個其中作業裡面 我都希望看到這些東西 好 反正沒有 沒有什麼太多的 訣竅 好 最重要是你要細心 看到應該要做的動作 就應該可以做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今天 切到什麼 綠島航空站 那內容部分 現在沒有 可是接下來 我希望 我希望呢 能夠在這邊看到一個地圖 然後呢 切過來的話 我希望這邊 就會有個叫做 綠島航空站 在Google地圖上面顯示出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等於是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再連結進來 不過呢 上個禮拜 只有一個 那這個禮拜的話 會有四個 所以 那個DIV的話 恐怕你要有 四個DIV 那四個DIV的名稱 你不能全部都叫 MAP底線DIV 可以叫MAP底線DIV 1234 雙方會有四個 那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按部就班來 看 跟上個禮拜一樣 第一個的話 這一個 這個是 我們要連結到 綠島的 那個航空站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內容裡面 放一個DIV 那怎麼放呢 把內容 Delete掉 插入一個什麼 版面 裡面的話 這個名稱 ID的話 叫做MAP 跟上個禮拜一樣 上禮拜是要做 DIV 那這邊我把它改成DIV1 那這邊的話 把它 先複製一下 因為等一下會有 按確定 這邊就多一個了 那內容部分的話 現在 這個地方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把它刪掉 或者暫時不刪掉 知道說有這個東西 第二的話 CSA樣式 切到全部裡面 我們要 要做一件事 跟上禮拜一樣 就是怎麼樣呢 新增一個樣式 那新增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在我們的下方這邊 這個怎麼 這個我把它 展開一下 位置應該在這裡啦 就是新增一個規則 這個跟上禮拜一樣 那這個規則的話 就是我要去設定什麼 設定那個DIV 它的大小 所以這邊的話 請你選擇ID 選擇 這個時候 它自動會跳出 MAP DIV1 然後呢 記得喔 這個地方的話 請你選擇 金尺 金尺文件 你會發現這個跟上禮拜的畫面 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有沒有 差別 只有這個地方 改成1 然後要做什麼事呢 就給它那個寬度 寬度的話 是方框 方框的話呢 我沒有AUTO好了 然後 高度 大概用500好了 按 套用一下 或按確定就可以了 不過還有什麼呢 邊框 邊框我希望今天呢 給它一個邊框好了 不然看起來 SOLID 然後 這個 直的話呢 大概就是 給它一個5好了 5Pixel 全部都5Pixel 然後呢 顏色的話呢 給它一個紅色的 好按一個套用 OK 再按一個確定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套用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們剛剛那個DIV 就被這個 這個CSS的樣式 給套過來了 那我們只有做幾件事 第一個 高度 500 然後呢 WISE的話呢 給一個AUTO 然後方框的部分 你自己自訂一下 我是用這個效果 按確定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 請各位 試行在製作什麼 第二個Page 那一樣是什麼 叫做 MAPDIV 第二個 然後放在 第二個內容 第三個第四個 所以我們有四個 等一下要做什麼呢 就是在 就是 載入 那個程式碼 把那個程式碼加進來 這樣子切過來 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DIV 第二個DIV 每個都可以 在他應該放的位置 上面顯示了 好那這裡的話 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這個地圖的話 可能會比較容易做錯的 第二個就是那個 List View Netbar 再來就是那個 顯示地圖 顯示地圖部分 能